基本上我们现在看的很多电视剧中的主角们都有同一个套路 就是一出场的时候都是要被狂越的 一定要到最后才会有黑化逆袭的机会 这样老套的桥段似乎一直都很适合所有的所有的电视剧 但是最近TVB新出的电视剧在创世纪一下就打破了这样的套路 在看了播出的剧情之后 很多人都发现了这部电视剧的设定有了很大的不同 这部电视剧一上线大家都知道了 这里面的主角一个个都是狠角色 郭静安饰演的男主角贺天生是一个总是想搞事情 但是每次都能搞成功的人 而杨仪饰演的女主角是一个跟贺天生一样 有野性并且又很精明的女人 这两个人的心机可以说是非常的重 并且同样都是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 并且两人当年同样都是从底层开始混习的 如今却能成为香港十大富豪真是不简单啊 最终这对充满野心的夫妇从小职员成为了吉生集团的大老板 但是贺天生却没有就此满足 他的目标是要做香港的首富 而他的妻子也没有因为家对了人就放松警惕 他也是时时刻刻都在为自己做打算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